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期的毕业生 后任十五军军长 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务 但是仔细看一看蔡申希的生平 她虽然只活了短短二十六岁 却参加过许多重要的战争 十八岁蔡申希由黄浦军校毕业 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 那年 她刚二十岁就参加了北八战争 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营长 团长两职 二十一岁的蔡申希参加了南昌起义 后任起义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参谋长 同年 她又参加了广州起义 一九三零年任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 组建冯十五军 担任军长 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同年十二月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战斗 次年任中共厄狱晚军委副主席等职 本来她的前景一片大好 谁也没有料想 蔡申希在第二年竟然壮烈 牺牲 一九三二年七月 蒋介石亲自任了北纵司令 统军三十万对厄狱晚苏区施行第四次围剿 当时 张国道是该根据第四十上的领导者 因为她的错误领导 导致红军的处境十分被动 红二十五军损失惨重 蔡申希担任红二十五军的军长的时候 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 但蔡申希对战局犀利的把握 局面才稍有回转 红军给予敌人沉痛的打击 于同年九月 红四方面军四个主力师 与蔡申希统领的二十五军会师 蔡申希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觉得可以有效利用地形和群众基础 再四级捉住机会歼灭国民党在苏区的军队 但是这个建议 并为第一时间被采纳 导致战机延误 形势再度急转直下 见此局面 张国道这才采用蔡申希的战略提议 于是 由红四方面军先行出发 蔡申希率不断后 起料随着敌人的包围圈意见缩小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途中与敌人遭遇 发生激战 国民党军队立即请求增援 对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维剿 蔡申希为了拖住敌人的增援 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 在指挥战斗中 不幸腹部重担 这不是抗日神剧 而是确凿存在已经躺在担架上的蔡申希 仍然坚持指挥战斗 最后 因为流血过多不幸身亡 中年二十六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